CPI数据是7月份的CPI同比增长2.7% 原先预期增长2.9% 今次的增幅略小于市场预期 前值是2.5% 今次的CPI的升幅略高于6月份的CPI的升幅 内地股市的情况方面都是向下 不过数据公布之后 其实比起开市的时候 现在的跌幅是收窄了 上证综合指数最新是跌3点 3244点 早段的时候是低开的幅度比较多 深证成分指数跌31点 12299点 这个比较波动 不是一个大幅跌幅收窄的情况 护芯300指数跌7点 4148点 本港股市是继续向下 跌幅稍微扩大了 刚才我们看到内地的通胀价格 就是小过市场预期 那你怎样解读这个价格 对后市有什么影响 好,小过预期 有放水空间 你觉得会继续放水的 因为又要牵动到人民币回价 对,但是你始终内地经济 又疫情又来防的问题 始终都是要靠放水 调一调的 变成如果你说通胀不是很厉害的时候 你起码可以有机会再放水的动作 对,我想从这个角度看来是OK的 变成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